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实体固然坚持了一元论的观点 而且是从宇宙万物最根本的基础来出发 他的关于实体的理论 本体论的思想 但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在黑格尔看来缺少能动性的原则 用他的话说缺少自我意识原则 那么康德和费西特的确发挥了主体性的思想 但是他主要是坚持思维就是思维 也就是说在主观性的范围内来讲这个能动性 或者说主体性只是在人的人类理性 人类精神这个层面 那么谢林是意识到了 就是要试图超越主体客体的思维与存在 精神与自然 要在此之上建立一个最高的 它叫做绝对 但这个绝对在谢林看来 与有差别的世界相区别 它是一个绝对无差别的统一性 那么在这样一个绝对无差别的统一性 与有差别的世界 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 包括如何去认识这个绝对 谢林走向了带有神秘性的因素的东西 他强调这个只能通过理智之观 而且这种内在的理智之观 需要有一个艺术直观来做补充 那么与此相比 黑格尔强调实体基础体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我们在讲他的辩证 马思想大家会看到 黑格尔有意识的 要恢复古代哲学的客观性的原则 来补充近代哲学的自我意识的原则 因为你近代哲学从迪卡尔开始 从我思开始 从人类理性开始 那么固然他强调了主体能动性 但是他难以克服 主客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这个二人 那么这样一种思想 我们可以发现 一讲黑格尔讲辩证法 的确黑格尔区别于前面的哲学家 很重要在他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就他整体的哲学思维方式上 两个很重要的特点 首先一个 这个黑格尔 他的思想里面带有厚重的历史感 这实际上是德国哲学的特点 康德还不是太明显 到菲利特谢林 你会发现他的厚重的历史感 其实这种在莱布尼兹的思想里面就有 大家学过西方哲学史 莱布尼兹讲过这样的话 说你要了解我的思想 你就需要了解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甚至要了解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 这个与近代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非历史主义的 对待历史的这种观念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鲜明的对比 那么黑格尔这种厚重的历史感 使他意识到 看起来哲学 这个哲学家的思想是相互矛盾冲突的 但是你站在某一个哲学家的立场看 是这样 而黑格尔是站在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哲学家的思想 包括看待他自己的思想 任何哲学大的思想继承了以往思想 但同时也提出了他的多特色的东西 这个我们讲到后来黑格尔的哲学史观 那么他试图把整个人类对哲学问题的解决 用他的说法对绝对精神的认识 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么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 都是在这里边具有他自身的价值 但他也有自身的局限 只有到最后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才能构成对绝对的整体认识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宏观的这种整体性的视野 这种这个理论视野就使他超出了近代哲学的那种主科二元式的思维方式 而起码他这个带有这样的这个倾向 我们看到从笛卡尔沃斯过在开始 人民讲到认识坚持就是主体性的认识 就是人的认识 因此就形成了两个相互封闭对立的世界 一个是客观的世界 物理世界 一个是意识的世界 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怎么沟通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如何可能 始终是问题 我们在康德里边我们就讲康德干脆 就是物字体 在我之外的世界其实是不可知的 我所能知道的是通过我的主体的先前认识形式 对于感官所接受来的经验材料 加工整理形成的东西 尽管康德已经试图要解决感情认识 理性认识 这样一个关系 知识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但是他在主体范围内来讲 那么黑格尔这种主体 就是整体性的宏观的这样一种理论事业 他首先就强调 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不仅仅是主观范围内的事情 你站在人的立场 是我认识世界 这个世界是对象 我是主体 但你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 我们人不过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 一个组成部分 你从古典哲学的思想 会把人类精神看作是 这个最高的发展阶段的话 那么人对这个宇宙的认识 不仅仅是人的认识 而且是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自身的认识 不要把人和自身的存在区别开 你的活动其实也是这个世界的活动 那么你对世界的认识 也是世界通过你而达到自觉 达到自我意识 黑格尔用这种方式 当然黑格尔的这种观点 很重要的一点 他虽然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家的 这种二人式的思维方式 但是黑格尔哲学后来的衰落 很重要一点 在于古典哲学根本观点的变化 黑格尔证明的是宇宙的合理性 其实这是整个西方哲学理想 证明宇宙的合理性 我们也就证明了人的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的潜在的前提是 这个宇宙是合理的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就是希腊人在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基本观念 是他们并没有加以审视 就接受来的 比如我为什么能够认识这个世界 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成为一个理论问题 它的前提就是 我和这个世界是统一的 我和这个世界是同质同构的 自然是大宇宙 人是小宇宙 所以它的潜在的意思是 宇宙就是合理的 所以我能够认识这个宇宙 但是这种观念 在2000多年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之中 很多基本观念动摇 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黑格尔作为古典哲学的 这个极大成者 实际上他把这样一种观念 发挥到了极致 他以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来论证宇宙的合理性 但是为什么黑格尔哲学后来的 这个衰落 很快就衰落了 很重要一点就是 这个人们的思想的发展 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人们意识到宇宙本身 它是一个盲目的 非理性的存在 如果是这样 那么古典哲学的基础 就发生动摇 黑格尔的所有证明就失效了 因为你的出发点 你的基础就失效了 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它 那么说到这个黑格尔 实体及主体的思想 黑格尔在精神像学的序言里边 有相类似的另外两个命题 和他相应 但是的这个着眼点有所区别 实体及主体存在即思维 绝对即精神 实体及主体我们知道 它强调的是实体 它的能动性 而这种能动性 就是使得实体一分为二 树立自身为对立面 然后扬弃自己的对象 重新回到自身的同一性 它是个圆圈 真理是个圆圈 是一个辨证运动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一种解释 就比较有效的解决了 斯宾诺莎那个实体即自阴的问题 你那个自阴是怎么个自阴 怎么能够由实体而演变为 或者展现为这个宇宙 那么既然实体即主体 虽然这里所讲的主体 不是从人的主观性 人的这个思维 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来出发的 但它的确是以人的主体性 来回溯到实体上面去讲的问题 那么所谓存在即思维 它在讲的就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实体即主体 它是一个潜在展开达到现实 我们上次课用这个树种 长成大树做比喻 那就意味着长成大树的所有因素 原初就潜在的包含在树种之中 那个树种自己展开成为现实 那么实体即主体 也就意味着实体成为主体 成为精神的一个过程 这个精神我们不要理解为人的精神 仅仅或者说仅仅理解为人的精神 在黑格看来 只有在人类精神这 绝对精神才成为精神 才成为现实 那么存在即思维的含义 更重要一点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 这个事物的本质 是潜在的 它展现为这个世界 成为这个自然 通过人对本质的认识 它重新获得 它本质应该具有的这个形式 成为普遍性 现实的普遍性 构成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 原初在它的这个开端 都蕴含在那里边 但它还不是精神 不是思想 不是普遍性的形式 它展开为这个世界 就限制在具体的事物之中 那么所谓绝对即精神 这个命题其实在讲的强调的就是 就是通过人类精神 对于这个宇宙万物的认识 绝对成为精神 成为现实 也就是说人类精神 其实就是绝对的代言人 它实现自身的一个最高的阶段 最高的阶段 当然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说存在就是思维 黑格尔也需要对这个有所证明 有所证明 那么在这里边就涉及到了 思想的客观性的问题 思想的客观性的问题 这问题之所以重要 因为前面有康德的问题 有康德物字体的问题 是吧 那么在这里边 黑格尔就提出一种叫客观思想的 这么一种观念 在黑格尔看来 从认识的具体过程来说 显然是先有感觉经验 有表象 然后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你从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来说 的确是先有感觉经验 后有思想和概念 但是如果你从事物的本质 唯有思想才能把握 唯有通过概念才能把握 这个角度来说 也就是说从逻辑上来讲 那么不如说思想概念 才是真正在先的 所以你看黑格尔这段话讲 我们以为构成我们表象内容的那些对象 首先存在 然后我们主观的活动随之而起 这种想法是颠倒了的 反之宁可说概念才是真正的在先的 事物之所以是事物 全凭内在于事物 并显示它自身于事物内的概念活动 你把那个概念转换为本质的概念 它其实就强调的是 事物总是因本质而存在的 事物不过是本质的展现 那么在黑格尔开来 事物的本质就是概念 那当然就是思想 所以不如说概念思想才是真正在先的 因为它是事物的本质 那么黑格尔对这个是有说明的 在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小逻辑的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黑格尔有一部分在讲这个思想的四个特点 这一部分 我们前面讲精神像学的这个导论部分 关于知识和对象的辩证运动 黑格尔实际上在对康德的问题有所回应 在这里边黑格尔换了个角度 黑格尔在讲思想的特点 讲思想的特点 思想的第一个特点 黑格尔称之为什么 思想是能动的普遍性 思想是能动的普遍性 这个思想这种能动的普遍性 这个普遍性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它不仅仅说这个思想本身能够达到 或者它本身就是普遍性 而且是说思想不是与感觉表象并列的一种能力 一种功能 它实际上是贯穿于全部认识活动之中 我们在讲这个精神像学 讲它的这个一开始从感性确定性开始 黑格尔解释这个就从那儿开 就用这个例子 这一个 我们感觉对象是这一个 它是最个别的 但是当你对这一个进行深入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个可以区分为这时和这里 我们下一个判断说这时是上午 它是个个别性的判断 这一个时间 但是过一会儿这个时就变了 这时是中午 这时是晚上 你会发现的是这时不能仅限于只上午 或者中午或者晚上 它可以既只称上午 也只称中午 也只称晚上 那就意味着这一个其中其实是包含着普遍性 它是包含着普遍性 不仅仅是个个别的东西 黑格尔用这个来说明什么呢 他想说明的是 其实在感性中也包含着普遍性 而普遍性是思想的特征 所以思想是贯穿于认识活动之中的基础的东西 黑格尔还以自我为例 他说自我是看起来最个别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 但是自我又是最普遍的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自我 自我又是抽象的又是普遍的 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 既然连自我这样一个所谓看起来最个别 最具体的一个东西也包含普遍性 但自我之中的所有东西当然也就包含普遍性 第一个特点思想是什么 能动的普遍性 贯穿于认识活动之中 其次他讲思想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对事物的反思 对事物的反思 这个反思这个概念 黑格尔用的是什么 纳斯登肯 这个直接的含义啊 登肯是思想的意思 纳斯作为前缀是在什么什么之后 这个词张士英先生有时候主张啊 把它翻译成后思 后思 为什么 这个词比较麻烦 因为在黑格尔哲学里边啊 有两个这个德文词啊 但是同样在汉语翻译里边都翻译成反思 一个是reflection 英语的reflection 反思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纳尔登肯 那个reflection这个词呢 它的含义 主要是通过光的折射来指称 概念和概念之间的一个相互映射 相互反应的关系 我们讲辩证法 矛盾双方互相依存 共处于统一体中 通过对方来意识到自己 这就是黑格尔所讲的那个 反思 反思关系 而且这样一个阶段呢 黑格尔也把他指 认 这个标志的是什么 与辩证思维相对的知性思维的特点 知性思维的特点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与辩证法相对的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就是这种反思的 在这种知性的思维方式 那么还有一个词 就是这个纳尔登肯 后思这个词黑格尔其实就是意思不一样了 黑格尔用的是什么 他叫做哲学思维就是跟随在事物背后的 后面的一个反复思考 其实意思就是深入到事物背后 把握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活动 都把他语称反思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容易混淆 所以张晶先生的主张还是有意义 把他翻译成后思 虽然是感觉上有一些别扭 有一些别扭 我们就是把他跟大家交代 约定俗成 反思反思 我们平时经常反思 是吧 我们反思如何如何 其实就对自身的认识 对自身对某种东西深入到本质的去把握 或者说对那个东西再重新思考 再重新思考 那么黑格尔在这讲的是什么 思想就是对事物的反思 因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事物的本质性的因素 都不是眼睛能够看得到的 感官能够告诉我们的 你要想认识事物的本质 一定要对你面对的这些感觉经验进行加工改造 深入到事物背后去把握它 用黑格尔的话说 天体运行的规律不是写在天上的 你一定要透过现象去把握事物背后的本质 所以思想它是一种反思 或者我们叫做后思 第三 黑格尔讲思想也是就是事物客观的本质 你所把握到的东西就是事物客观的本质 为什么这么来讲 黑格尔讲你既然是我们所感觉经验的东西 不是事物的本质 我要通过加工改造 深入到事物的背后 于是就有这么一种疑问 就是你思想所把握到的东西是主观的东西 你感官感觉到的东西反而是客观的东西 黑格尔说不对 黑格尔说不对 就思想看起来 你对事物进行加工改造 一定要使它发生形态的变化 它不再是那个感觉经验的那种东西 它已经被存化为了 或者说被概念性的把握为了事物的本质 这个本质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 比如说桌子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张一张的桌子 现在你给我提出一个抽象的桌子的概念 这不是我们能看到的 我们会认为桌子是现实存在的 我们关于桌子不过是我们思想的抽象而已 黑格尔说不对 恰恰是我们思想对事物的抽象才能把握事物背后的本质 他强调的是什么 思想是客观的 不光是我们主观所达到的某种东西 它也是客观的 第四 黑格尔讲思想是自由 思想是自由 就是你思想的产物不仅仅是客观的事物的本质 而且作为思想能动性的体现也是自由的产物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 首先一个就是思想总是我的思想 思想总是自由的思想 独立自由 这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但另外一方面讲思想的自由讲的是什么 更重要一点就是思想普遍性事物的概念 是摆脱了感觉经验的感性内容的限制 它不再依存于感性的东西之中 它不再受感性个别东西的限制 它是无条件的普遍的东西 比如我们对桌子也好 比如我们讲树 在我们没有去认识树的时候 显然它也有普遍的本质 我们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 也有普遍的本质 但是这个普遍的本质是被限制在一棵一棵树里面 所以事物的本质是不自由的 没有获得或者展现为自己应该具有的形式 那么我们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对事物的抽象思维 只是我们主观的活动 在黑格尔看来它是客观的 因为通过我们这种抽象思维 认识了事物的本质 认识了树的本质 你就相当于把树的本质 那个普遍性的构像 从具体的一棵一棵树里边 把它抽象出来 让它摆脱开了具体的 个别的树的限制 而具有了普遍性的形式 那么黑格尔讲 讲了思想的四个特点 那么具有这四个特点的思想 也就是说是把握了事物本质的思想 那么就不仅仅是我们主观的思想 而且就是事物的本质 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思想 可以称为客观思想